看完埃及金字塔来看中国的古墓 至今一样有许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有一具千年的女性尸体被挖掘出土之后发现 她的尸体居然完好无缺 没有腐烂 还有秦朝最大的帝王墓出土 也被发现许多陪葬者都像是中毒身亡的 专家研判这个应该叫做人训仪式 更令人惊讶的是里面居然还有宠物 工地施工开挖到一半竟挖出一具棺木 考古学家前来一看之下 突然发现这是一处珍贵的千年古墓 比以往八点七个墓葬的家 应该是一个汉代的棺木 汉代古墓两千年后重建天日 考古队欣喜若狂一共起出四具棺木 打开前三具尸首早已腐化只剩陪葬品 剩下最后一具大获心想应该也差不多 但就在开关那一刹那吓坏所有人 居然是条人腿 你用什么碰的 滑的 就是滑的 为了一解谜团团队马上展开研究 他们先发现这是一名女子 根据牙床五官还原她的样貌 赫然是一名美少妇 陪葬品中还发现了太瘦的官印 推断她应该是一位管夫人 中国历史五千年地底古墓上前座 1976年秦朝兵马俑出土 开启陕西省考古盛况 考古学家几十年间一共挖出了十八座帝王墓穴 其中最大的是这一座 面积五千多平方公尺 犹如足球场 深达二十四公尺在地下八楼 开挖直出的景象更是这座神秘古墓朴朔迷离 骨头残骸散落四方 打开看双溪被绳索绑成四十五度如跪地一般 考古学家翻阅古书后推测 这一百多人全是殉葬者 原来从周朝开始 天子下葬有一种仪式叫做仁训 总计一百六十六的木匣 装得全是进城或是机械 在下葬仪式时被活生生砍杀 如流氧般祭祀 究竟古墓的主人是谁 考古队在一个皇室乐器实庆上找到答案 骑警公是秦始皇历史上统治最久的君王 事后考古队在古墓中陆续起出金兽金鸟 竖腰玉士等珍贵古墓得到验证 还有一条驯狗估计是骑警公爱犬 历代古墓犹如一把把历史的钥匙 神秘离奇暗藏神机 在仇丝剥茧之下才满满一窥 两千年前帝王位高如天 人民命如草剑 多少宝贵生命在殉葬当中画下句点